我是H4 今天GGG出了一個Post 關於究竟聖域Sentum會否納入核心機制 官方一開始就說Sentum不會在3.21時直接進入核心機制 官方在這裡聲揚他們非常喜歡這個機制 而且也很喜歡這個機制可以給PoE玩家有一個不同的挑戰 官方他們自己內部也非常享受 去看我們怎樣跑完聖域甚至乎找到一些好的聖物 他們也說他們絕對會找一個方法將聖域放入PoE核心機制之中 接著他們就解釋了他們不直接納入核心機制中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聖域機制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改善才可以永久放入核心機制 首先他需要一個重新的平衡 而且他也需要更多的來養 除此之外他們也希望將他放入核心機制的時候 可以讓一些玩家專門去特化玩這個機制 但同一時間也不想機制變成你被迫要玩他 除了以上之外他們也要考慮到底入了核心之後聖物要怎樣運作 接著他們就說由於3.21已經有非常龐大的工作量 所以他們本身就已經沒有將聖域的重制放入其中一個需要做的項目之內 他們希望在未來的賽季內會重新將聖域納入核心機制之中 他們已經確定在4月頭就會正式完季了 到時你所有的聖物和Invocation都會被移除 如果你有任何聖域的挑戰未完成的話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去完成他 到了最後他們也多謝所有喜歡聖域的玩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了 其實大家在開季之前已經知道神化聖物不會帶到標準 我相信當時很多人像我那樣都預算了聖域是不會立入核心機制 但是在這個post裡面官方也說到他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改善 你們又覺得聖域進入核心機制的時候需要有什麼東西的改善呢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遊戲中加入Taglobal 852 Korean的這個頻道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就這樣吧,拜拜!